大家好 我是廷哥 今天是新舊交接的儀式 就是我的舊的MacBook Air 我要轉移到新的MacBook Air上 事實上其實在Mac的轉移檔案 其實是非常的簡單跟容易 而且他們其實系統裡面 也內建的轉移程式 會讓你覺得非常方便 那我今天兩種方法都會教給大家 還有如果你是PC 想換成MacBook Air 就是Mac系統 可不可以一樣也可以 好那這個我會放在最後面 還有如果你今天的Mac 是可能要二手賣給別人 或者是想要轉賣出去的話 那我在最後會教大家 幾個你要轉賣的時候 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看之前按讚訂閱分享小鈴鐺打開 那我們321開始 話不多說 我們就馬上讓大家跟著我一起來轉移 那轉移其實我剛說有兩招 有一招是你可能就先準備一個 SSD Type-C的硬碟 那另外一個是我剛說的 你可以用內建的系統轉移的輔助程式 那我今天會一個步驟一個步驟教大家 但是你在做之前一定要有幾件事情要先確認好 第一件事情就是 確定你的舊的Mac是用OSX的LINE 或以上的版本 就LINE以上的版本 然後還有就是你要把這兩台機器 幹嘛 都連接好電源 那最好你像我自己 我自己是已經用了這個舊的MacBook Air 我同時其實他都已經到最新版的Mac的OS了 所以這兩台的筆電靠近以後 只要連接你家的Wi-Fi同時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去開啟我剛說的系統轉移的輔助程式 那如果其實有一些人 他們其實常常會把舊的Mac 會用時光機在做備份 你可能是用一個隨身硬碟 或者是用一台像我那邊也有一台時光機 就是它就是一個儲存空間的話 你也可以把你的新Mac開啟後 從時光機把備份檔拉到新的MacBook Air上 其實這樣就OK啦 我先教大家如何用系統的轉移輔助程式 這台就是舊的MacBook Air 然後這台是新的MacBook Air 從哪裡呢 從這裡你有沒有看到這一個 點下去 然後選擇其他 這個時候就有一個 系統移轉輔助程式 把它點下去 點下去以後你就先按繼續 然後它就會到登錄的畫面 然後記得喔 你要把兩台都要幹嘛 插上點 插點 這非常重要喔 好 你去看 我們現在就進來了 系統移轉輔助程式 我要把資料呢 傳到另外一部Mac嘛 對不對 另外一部是誰 就是它了 它是我們的新的 那一樣你就移到啟動台這裡 等下去 然後選擇這裡有個其他 這裡一樣 系統移轉輔助程式 好 這個時候 繼續 好 你有沒有看到 現在兩邊都在動作對不對 在動作的時候呢 其實 好這裡了 你看進來 這邊呢是至另外一部Mac 把這個轉移到這一台上面 所以這一台呢 是從Mac來的 好 你就按下去繼續 這個時候呢 我這邊把舊的這邊按下去繼續 好 有沒有 移轉至另一部Mac 找到了 Wave的MacBook Air 好 就可以選擇它 看喔 我現在已經選擇它了 然後我按一下繼續 好 你看 要求 密碼嗎 好 沒問題喔 兩個都一樣 跟我們看到 兩邊數字是一樣的 好 這個時候你再按下去繼續 好 你看 它正在連接新的Mac 然後呢 這裡真的檢查了 有看到嗎 你看 我這樣看 我們看它兩邊怎麼動 好 這個時候呢 你們看到 重點來囉 到這裡 這邊就有選項 好 這選項呢 就是應用程式 文件資料 跟電腦網路設定的部分 好 你有哪一些呢 是要從這邊傳送過來的 好 你這邊也可以把它按編輯 你看我按一下編輯 好 這邊就說 你要傳送的檔案是什麼啊 這邊看得到 那其實呢 老實說 那個電腦與網路設定這一塊呢 我 我不用傳送 我想要自己弄 然後呢 應用程式這邊呢 其實 有一些我想要自己重新安裝 所以呢 我也先把它點掉 好 我就把文件資料就好了 有沒有 它就從Wave的MacBook Air 傳到這台Mac 這個時候你按一下繼續 好 然後有沒有 它要你輸入 設定一下密碼 好 這個時候你按一下設定密碼 繼續 然後這裡呢 它就說你現在這個名稱呢 其實已經在這台電腦上了 那你是要取代它呢 還是要保留兩個帳號 這邊就是你們自己做的選項 那我就直接取代它好了 因為我裡面沒有任何東西 就取代它 然後呢 將新的使用者授權 然後一樣我要輸入原本的 這一台的設定密碼 好 然後按繼續 繼續 唉唷 有沒有看到 它正在尋找 然後你看一下這個舊的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 它下面其實這邊有寫個 他們是點對點的 方法 正在傳送 好喔 你看 它寫正在傳送 大概需要一個小時 又六分鐘 速度是5Mbps 然後這邊也是一小時六分鐘 好喔 各位 我現在呢 趁舊的MacBook Air 轉移到新的MacBook Air 中間的這空檔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如果你今天的Mac 可能筆電啊 或者是iMac啊 小支Mac系統 你想要送人啊 或你可能要換一台機器的話 或賣二手 那你必須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先建立備份 建立備份 其實我自己呢 常常 你看我放在旁邊 我常常都用SSD 在備份我的電腦 因為我舊的MacBook Air 它裡面的空間 我這台是256G 所以老實說 對我來說是根本不夠用 因為我們常常會有很多影音檔案 所以其實我很多資料呢 老實說 我在做轉移的時候 我非常多的備份 都已經在SSD裡面呢 都已經有一個資料夾了 所以其實我在轉移 應該是可以非常快 只是今天因為要拍這個影片 所以呢 我用它的方法 來轉移給大家看 好 不然的話其實 你通常呢 你在Mac裡面 你儲存的位置呢 你就會放什麼位置 其實你很多都放在桌面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文件夾 跟下載空間 其實這三個地方呢 你只要把檔案全部呢 複製到SSD上面 其實呢 很多的程式 你想要到新電腦 再自己重新下載 那你就可以不用這個轉移 用SSD就可以直接幫它做轉移的動作 所以我先繞回來 就是你今天要換購之前 第一個 第二呢 如果你的舊的筆電 還有iTunes的話 很久了 如果有iTunes的話 記得要先把它登出 然後再來第三個是 你在你的舊電腦上面 如果你有iCloud的話 記得要登出iCloud 然後再來第四個 要登出iMessage 就是怎麼樣設定 一樣 你到訊息裡面的偏好設定 然後那邊就有個登出鍵 你就可以把它登出完畢了 好 那第五個 跟第六個是最重要的 第五個是 你曾經有配對藍牙裝置 在你的舊的筆電上面 包含什麼 滑鼠 鍵盤 觸控板 甚至於耳機 像這些部分 最好 你就全部都把它先解除掉 甚至於能解除完了 因為你有時候有一些的舊電腦 你可能轉給其他同事來使用 那如果你這個藍牙還開著的話 又會找到麻煩 所以其實你除了登出以外 然後取消配對後 那甚至於你要把你的這台電腦的 藍牙關掉 你這樣子 才不會那 Keyboard這些都跳出來 問你要不要來配對什麼 然後再來第六個 當然就是清除硬碟 然後並且重新安裝 MacOS 那你在清除硬碟 它其實裡面有一個工具 這個工具 我之後再來教大家 就是它有一個磁碟的工具的一個程式 那其實你就選擇這個程式以後 你就可以去清除你的那個系統裡面的相關的文件 那完了以後呢 你要把你電腦做重置 所以從這時候就是你的電腦重新開機的時候 你就按Command跟R的鍵一起按下去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重新安裝MacOS 所以如果你今天Mac呢 是要換購的話 或是要送人 這些事情記得一定要做到 好不好 我剛剛已經講完了 那我們現在回來 這是Joe的MacBook Air Joe你看這裡 我的速度變44Mb 6分鐘就好了 本來以為要一個小時 所以其實 如果你今天呢 你還有轉移到程式的話 可能它要求的時間呢 可能會更多一點點 但我覺得這個速度44Mb很棒耶 我本來想說轉移完呢 去洗個澡再來跟大家做結尾 結果沒想到 OK喔 可以的喔 在轉移的時候呢 大概剩兩分鐘 那我順便介紹一下 這個是我新買的 HyperDrive 我覺得它很棒耶 給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說它很棒呢 因為 不管是 舊的MacBook Air 或是新的MacBook Air 在左邊的那個USB-C 就Type-C 它其實都是兩個孔 對不對 這個產品呢 我跟你講 我公司我一定會開滿 因為我覺得非常好用 我有一個iPad Pro版本 如果大家有看我iPad Pro的話呢 其實 上面就可以看得到 我把它弄開 你看 就是這個 這個 它呢 剛好就兩個USB-C有沒有 然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幹嘛 插到你的MacBook Air上面 上面呢 一樣 它把這兩個USB-C呢 直接把它轉移在這上面 USB-C有沒有 但是呢 它有MicroSD 跟SD卡 可以讀卡 然後又有 USB-A 在左右邊 有沒有 然後呢 這邊又有一個HDMI的輸出 是不是超方便的 對不對 OK 我跟你講我轉移完成了 轉移完成 有看到嗎 好 那我這邊我先把它按結束 這是舊的MacBook Air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 是新的 按結束 重點我們還看新的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還知道東西有進來 唉唷 你有沒有看到 照片一樣 那我輸入我的密碼 好 我舊的我也輸入一下 兩邊都在登錄中 那它這邊 這邊當然它要我輸入一下 我的iCloud的部分啊 好喔 進來了 重新佈組是什麼 我先關掉好了 這個是我的年曆 我先關掉這個 取消 各位 直接看喔 你看 是不是 是不是全部copy過來了 然後另外呢 我到文件 這是我的文件 下載 下載 這裡 下載 有沒有看到 都一樣 轉移完成 好的 各位 是不是很簡單 沒錯 它就是一鍵 就換新 如果你是Windows的版本的話 其實 你也可以到 Apple的官網 那邊去搜尋 它也可以讓你的 Windows 7以上的版本 然後下載 程式到你的Windows 電腦裡面 那一樣 你就可以把 那個照片 還有影片 文件 轉移到Mac上面 那方法 其實跟剛剛是差不多的 一樣 你就是 變成它是一個 Windows的版本 然後轉移到幹嘛 新的 像你是 如果是買的 2020的MacBook Air的話 就是轉移到新的 2020的MacBook Air 這樣就好囉 好 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就下次見 到晚了